成为波弗瓦 凯特科科帕特里克 后继 希蒙娜德·波弗瓦将会成为什么 对于生者 我们应给予尊重 对于逝者 我们应还他们真相 福尔泰 世界报并不是唯一一个 以性别歧视 蔑视 虚假的措辞和口门 宣布波弗瓦去世的媒体 他们再次给波弗瓦这个人定了调子 全球报纸和文学评论的复告都指出 即使是在临终前 波弗瓦也在追随萨特 尽职尽责地占据他应有的位置 第二位 尽管萨特的一些复告完全没有提到波弗瓦 但波弗瓦的复告却一直都在提萨特 有时甚至篇幅很长 把写波弗瓦作品的篇幅压缩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萨特是他的导师 作为一名哲学学生 波弗瓦名义上是不论世卫课的学生 但实际上是由他的两个同学指导的 勒内马厄和萨特 但是事实上 波弗瓦就是布伦士维克的学生 在哲学上获得的成功 与另外两人并无因果关系 倒是波弗瓦在马厄和萨特口识前 辅导他们学习莱布尼茨 并对萨特的几乎所有作品 给予了批判性的意见 在《纽约时报》上 我们读到 萨特鼓励了波弗瓦的文学报复 并鼓励他深入调查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这启发波弗瓦创作了充满愤怒和指责的 《The Second Sexy》 萨特确实鼓励了波弗瓦的文学报复 毫无疑问 波弗瓦也真是这位无与伦比的思想之友 但事实上 他的书叫做《The Doxy Amis Sexy》 及第二信 而且在写这本书之前 波弗瓦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哲学 和对女性压迫的分析 《华盛顿邮报》倒是正确地 肯定了波弗瓦的哲学家身份 但也称他是萨特的护士 传记作家 以及充满嫉妒的情妇 我们可能希望在专业文学评论中 得到更公正的评价 但这样的希望也落空了 1986年 文学传记词典 《Dict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ies Book》 年间中的西蒙娜德·波弗瓦收录了整整七页的条目 都是为了纪念萨特和波弗瓦的一生 萨特是这段叙述的主体 是萨特使他感觉自己是智力上的主宰 并提出了第二性的概念 在《两个世界的回顾》 Review the Dukesmandis中 我们读到 即使在死亡中 等级制度也受到尊重 他是第二 仅次于萨特 因为他是一个女人 波弗瓦仍然是他所爱的男人的追随者 他是一个追随者 一个空的 没有想象力的容器 波弗瓦和他的墨水池一样 没有想象力 这并不是他唯一的缺点 通过他在大家族中扮演的角色 波弗瓦先知并削弱了一个伟大的男人 如果没有这度围绕着他们这对情侣 一点一滴建造起来的 不可渗透的墙 如果没有这种精心维护的复仇 萨特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 1991年 波弗瓦写给萨特的信以英文出版 其中包括波弗瓦叙述他与比安卡 和索罗金的性接触的内容 他被称为一个抱负心重 操纵欲强的女人 同时令人反感 乏味 以自我为中心 克洛德朗兹曼当时反对这些信件的出版 他写道 波弗瓦和萨特年轻写信时 都是傲慢又好强的 虽然波弗瓦有时会对他亲近的人不甚友好 但伤害他们的想法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我从未见过他错过与他母亲妹妹的约会 也从未见过他错过与闯入者的约会 如果他同意与他们见面的话 也从未见过他因为又与某些过去的想法 而错过与很久以前认识的学生的约会 事实证明 朗兹曼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波弗瓦的话很伤人 在戴尔德利贝尔的传记公开了比安卡的身份后 比安卡朗布兰写了一本自己的回忆录 一件不光彩的情势 A disgraceful affair 指责波弗瓦一生都在撒谎 用朗布兰的话来说 波弗瓦是他自己过去虚伪的囚徒 但是用最糟糕的时刻 以及让波弗瓦深感遗憾的 如目乃一般逝去的自我 来代表波弗瓦的一生 这样做肯定是有失偏颇的 波弗瓦可能是自己过去的人质 但他也是社会偏见的受害者 波弗瓦的生活证明了 束缚女性发展的女性状况的 双重标准的存在 特别是对敢于说真话的女性的惩罚 当女性成为看的眼睛时 当他们批判男性的行为 并实话实说时 他们就会受到惩罚 就个人而言 在哲学和政治上 萨特都没有逃脱波弗瓦的批判 波弗瓦认为萨特的哲学有盲点 并出版了一些他的批判给世界看 尽管如此 波弗瓦还是选择了爱萨特 波弗瓦跟萨特一样 也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 下葬时波弗瓦戴着红色头巾 穿着红色浴袍 戴着阿尔格伦送给他的戒指 波弗瓦受到世界各地团体的致敬 从蒙帕纳斯的社会党到美国 澳大利亚 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学生 在他的葬礼上 人群高呼着伊丽莎白巴丹泰的话 女人 你们欠他一切 尽管这么说有些夸张 但波弗瓦是第一个承认 有些女性觉得她的想法令人沮丧住 ASD143的人 在波弗瓦去世后的几天里 波弗瓦的最后一篇续言 这篇续是为小说 米露 而写出版了 这本书讲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引发了关于性和权力的问题 波弗瓦用自己的名声去推荐这本书 他讲述了一个很难被公开的故事 关于大屠杀 阿尔格利亚被虐待和强奸的女性 女权主义的斗争 或者一个天才女同性恋的异化 这些都是人性里许多人难以直视的方面 去世时 波弗瓦已经成名40年了 一生经历了各种爱与恨 诋毁与崇拜 成名以后 人们会拿波弗瓦早年与萨特的爱情故事 来抨击他的道德操守 以及他的作品 在哲学 个人和政治上的挑战 尤其是第二性 波弗瓦声称 如果男性想要变得有道德 他们需要承认 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世界上其他人的恶劣状况 并且他们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 波弗瓦还向女性发出了挑战 停止服从 做女人就得为了男人而存在的谬论 作为一个人 当你被如此无情地从外不定义时 你是很难茁壮成长的 从内心来说 波弗瓦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为偶像 波弗瓦在接受阿丽赛的采访时说 我是为别人做西蒙娜德波弗瓦 不是为了我自己 波弗瓦知道女性都渴望去效仿积极的榜样 人们经常问波弗瓦 为什么他要在自己的小说中 书写那些没有实现他的 女权主义理想的女性 而不是创造更多积极的人物角色 读者们指出 在他的女性角色中看到了波弗瓦的影子 他们想知道 这些女性角色之所以辜负了他的女权主义理想 是因为波弗瓦自己也没有实现吗 波弗瓦回应说 他觉得正面的英雄令人心生恐惧 有正面角色的书没有意思 他说 一部小说就应该是有问题的 用波弗瓦自己的话来说 他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的人生历程本身就充满了问题 我不需要给人们解决问题 人们也没有全力等待我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所谓的我的名气 简而言之 人们的关注偶尔会让我烦恼 有一种要求让我觉得有点愚蠢 因为他禁锢着我 把我完全固定在女权主义的混凝土块里 在波弗瓦的一生中 读者们因他的生活方式而拒绝他的思想 因为他爱了太多的男人 爱了错误的男人 或者以错误的方式爱了正确的男人 读者还不知道波弗瓦也爱了女人 他们指责波弗瓦付出的太少或太多 过于女权主义或不够女权主义 波弗瓦承认 他对待别人的方式并不总是无可非议的 波弗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 他和萨特的关系给其他人造成了痛苦 施瓦策尔提到波弗瓦曾声称 自己与萨特的关系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事 他问波弗瓦他们是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 成功地建立了关系 波弗瓦说 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因为萨特完全不是一个压迫者 奇怪的是 波弗瓦也说过 如果他爱的不是萨特 他自己就不会受到压迫 有些人将这一评论归因于他逃脱了萨特的控制 并有了职业自主性 女权主义者怀疑波弗瓦是否处在自欺中 是否将萨特置于他生命中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在这里连他自己的批判眼光也不适用 现在毫无疑问波弗瓦是批判过萨特的 尽管很多人可能觉得他批判的还不够 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一位美国哲学家告诉波弗瓦学者 玛格丽特·西蒙斯 他对波弗瓦感到愤怒 因为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 我们 我们 他自己在什么地方 他完全消失了 但波弗瓦并没有消失 他确实在用他的声音说话 他说我们也说我因为他相信一个人可以既接近一个男人 同时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事实上一个人可以接近很多人男人们和女人们 同时还能做一个女权主义者 波弗瓦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 萨特是他思想上无与伦比的朋友 波弗瓦的评论家称他是一种衍生品 缺乏想象力 甚至连波弗瓦自己的情人们都曾告诉他 他的书要么枯燥乏味 要么过于哲学 但萨特在波弗瓦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是他主要的鼓励来源 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思想交流的对话者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波弗瓦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 光靠叙述无法完全还原真实活过的人生 但从外部来看 我们不能忘记波弗瓦努力成为自己的样子 在某些情况下 波弗瓦会选择写一些我这个词被忽略的例子 在《时事的力量》一书中 波弗瓦声称自己在遇到萨特之前 就已经有了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考 萨特后来因写作《存在与虚无》而出名 波弗瓦曾说 二十岁时 我在我的《私人日记》中 写到过存在与虚无的基本对抗 在我所有的书中探索过 但从未解决 波弗瓦还说 在女编之后 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总是有话要说 归根到底中 有一段波弗瓦明确表示 他更喜欢与对他很重要的人 通常是与萨特 有时是与希尔维共享生活 波弗瓦直率地说 他不会区分我和我们 因为事实上 除了几段短暂的时间外 总是有人陪着我 在晚年 波弗瓦把孤独描述为一种死亡的形式 而他自己则感觉到了人类接触的温暖 因而又回到了生活中 波弗瓦热爱哲学 但他想用它来表达可感知的现实 撕裂传统的自我所巧妙编织的网 在许多情况下 波弗瓦选择文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 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在相互接触时 可以变得栩栩如生 尼采认为爱是没法教授的 但是波弗瓦认为 他可以把爱表现出来 在他的小说中 波弗瓦给出了具体的例子 在这些例子中 女性和男性遭受了缺乏对等互惠的爱的痛苦 在第二性中 波弗瓦明确地提出了哲学主张 有伦理的爱情必须是对等而互惠的 爱人与被爱的人都必须有意识 是自由的 努力拥抱彼此生活中的价值所在 而且 当他们的爱涉及性时 他们都必须是性的主体 而不是课题 卢梭处于政治目的 在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中 审视文明的历史 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勾勒出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你才转向过去 在《在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阐迷现在的道德 认为价值重枯在上帝之死之后是必要的 波弗瓦认为 对女人进行哲学上的重枯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所谓的文明至爱的重枯 女性真正的自由就不会实现 当像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时 这就是哲学 当他讨论爱时 这是哲学 即使它来自于一个基尖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规范的语境 即使会讨论一些荒诞的事情 比如认为所有的人类曾经都是四族动物 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分开 并一直寻找丢失的另一半 西蒙娜德·波弗瓦的一生成了一代又一代不再满足于 通过男人的梦想来实现梦想的女性成功的象征 波弗瓦是20世纪女权主义的代表声音 她的思想很明显地改变了立法进程和许多人的生活 然而 在2008年她的百岁诞辰之际 新观察家决定出版一张波弗瓦的裸照来纪念她 即使波弗瓦曾经发起运动将翻译女性的裸照定为非法行为 从内心来看 波弗瓦将自己视为一种永不停止的蜕变 波弗瓦认为 她生活中的单一瞬间无法显示出完整的西蒙娜德·波弗瓦 因为生命中没有那种女一切都和解的瞬间 所有的行动都有失败的可能 而有些失败只是在事后才显现出来 时间在流逝 梦想在变化 而自我总是遥不可及 波弗瓦成为波弗瓦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极其多样化的 但如果说我们能从西蒙娜德·波弗瓦的生活中学到什么的话 那就是 没有人孤独地成为她自己 没有人孤独地成为水 FR